我們從這個星座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星座的男生 他在挑選對象的時候 是走那種狗眼看人滴的那些 我們來看太陽水星 太陽水星這個都要看一下 那得獵是雙魚座 水星是在水瓶座 然後我們的黃老師 太陽是金牛座 水星是在雙魚座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太陽水星 得獵妳上榜了 水瓶座 妳康康 妳康康 一定要戴眼鏡 一定要鬆鬆鬆死 其實 我們兩個是不是應該要擊掌一下 真的 真的 好開心 有人跟我一起 就只要心力善良 其他的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做 好啦 心力善良 心力善良怎麼做跳出來的 其實因為水瓶座它是屬於那種 對每一個人它都一視同仁 所以在一群人裡面 你會覺得水瓶座對大家都很友善 那什麼叫狗眼看人低 就是我幹嘛一定要跟你們發生什麼關係 我覺得跟大家這樣子 很好 普普通通的打成一片就可以了 對 真的要靠近它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所以要特別介紹 如果你把那個女生的一些 很特殊的攻擊講出來 譬如說 知不知道她曾經讓前校的 千能斬 對 什麼前校的男生都為她痴迷瘋狂 這個時候水瓶座就覺得 外胎出現 才會對她另眼相看 所以一開始她會覺得 你們哪有我優秀 你們哪有我奇怪 最奇怪的就是我了好不好 對 她的狗眼看人低在這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楊座 這些人就會比較容易被頭銜迷 對 她也會盡量爭取這種頭銜的東西 所以頭銜是能夠讓她覺得 原來妳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知道我要怎麼看待妳 她比較需要那種 比如說她要很精準地把每一個人 安排在她的生活中道的環境裡 她要知道她怎麼對待妳比較方便 所以其實牡羊座會 剛開始妳什麼都不是的話 她的確會比較敷衍妳 好 吃飯 可以 可是從來沒有敷衍 其實頭銜是非常重要 像什麼世界小姐 跟第幾屆的什麼 選美冠軍也有可能 對不對 妳要是講出這個頭銜 她就會 有一點這個資源放在這裡 那以後有什麼機會 就大家來做 那也不錯 如果是這個醜戒的話 我是醜戒冠軍 這種頭銜她會不會來追我 妳沒有 可是我們要有這種頭銜嗎 不會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水星 如果落到了 2 妳做的話 這種狗眼看人機純粹是外表 妳只要穿得稠一點 她就認為妳教育程度一定不高 是 妳要長得醜一點 她就認為妳一定不聰明 蛤 這麼不淺 太不淺了吧 太不淺了吧 沒有辦法 對一個處女座來說 妳看 妳看看身邊周遭的處女座 他們是不是還蠻會打理自己的 所以她一定認為 妳如果很聰明的話 妳更會打理自己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妳要吸引處女座的話 一定要特別提醒 是 太不淺了吧 太不淺了 妳不淺了 太不淺了 太不淺了 出名 感谢观看